造假作秀 这样的这个造假作秀的这件事情啊 朝唠袋都有 太阳底下没有什么稀奇的事 上的这个微表情啊 没有跟他保持高度的一致 前几集节目呢 我一直都在聊曹操 袁绍什么的 都快忘了我这个三国系列啊 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线的 那我在第三回说到 说这个董卓啊 给死掉了 随后呢 曹操是凤银天子 就带来了后面的一系列剧情 那董卓他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今天我就来具体的讲一讲 那话说这个董卓进京之后啊 十四路的诸侯就掀起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董卓讨班战 这个呢 我在第三回有具体讲到 大家可以往前翻一翻 那随后呢 诸侯们就不断的向这个洛阳进军 那面对着这个形势呢 董卓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嘛 于是呢 他就紧急的是开了一个会 就商讨是不是要进行这个迁都这件事情 也就是把这个东汉的这个都城啊 就从洛阳给迁到长安去 因为董卓呢 本来就是西北人嘛 对于长安呢 他是更熟悉一点 同时呢 这个长安啊 是坐拥观中地区 你像什么韩古关啊 武关啊 等天险 自古以来就是一守蓝宫的一个地方 比洛阳啊 是安全很多 那当然朝廷之中啊 也有一些人他反对董卓迁都啊 那但是最终呢 董卓他经过一番的这个骚操作啊 就是逮捕的逮捕 处展的处展啊 那最后呢 也没有人敢反对他了 于是呢 董卓就带着这个末代的皇帝啊 也就是汉县帝刘邪 是正式的迁都到了长安啊 那在迁都长安之前呢 董卓呀 还来了一个弄虚作家啊 用现在的话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遭奖作秀啊 因为当时啊 他害怕这个舆论的说法 就是怕人家说 他为什么要迁都呢 是不是不敢跟这个十四路盟军硬碰硬 等于董卓是夹着尾巴逃跑的嘛 所以呢 他就怕别人说他 怕这个舆论啊 不好听啊 于是呢 他就怎么做呢 他是派这个部队啊 到城中去啊 呃 那正好那天呢 城中的百姓啊 都在赶集啊 群众呢 就非常多啊 那等集市一开放啊 这个董卓的部队啊 就一窝蜂的拥上去 他们看见这个男人啊 就把男人们的脑袋都砍下来 看见女的呢 就都赶上了他们的车啊 随后呢 又把男人们的这个头啊 就挂在车上 然后大家呢 就一起唱着歌 是凯旋而归啊 呃 对我宣称呢 就说他们呀 是把这个盟军啊 打了一个满地爪牙啊 那这些老代呢 就全是这个叛军的头啊 啊 那董卓一看说 哎 小伙子很有思想 这个水平不错啊 呃 于是呢 他就一高兴啊 就把这些女人们啊 就抓来的这些女人嘛 就送给了这些广大的士兵啊 就全给配给他们了啊 那当然这个事情 我们看来是很荒谬对吧 而且很残暴啊 但是这个呢 就是董卓干的事啊 呃 不过呢 你也不要感到奇怪 就是你放眼这个历史啊 古今中外呢 像这样的这个造假作秀的这件事情啊 拉朝拉带都有啊 太阳底下没有什么稀奇的事啊 只是可怜了呀 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啊 呃 那当董卓正式的迁都之后呢 他就发现啊 自己手下的人才啊 真的不是很多啊 因为他之前一直想笼络什么 曹操嘛 啊 但是曹操呢 也拒绝了他啊 就没有多少人啊 想跟着他一起闯天下 呃 所以呢 他手底下也没有什么能处理 比如说 呃 政府的那种政务啊 像这种事情的这种人才啊 你像他本人啊 一看到人家送来的这个上报的文件啊 就感到头晕啊 于是呢 他就大力的提拔了一个人啊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司徒王允啊 他是让王允啊 就负责处理这些事物啊 但是他没想到啊 他却因此培养了一个让他致命的定时炸弹 那么就在这个董卓讨伐战的后期啊 十四路诸侯开始由于各种的矛盾啊 是起了泪哄啊 那么正当他们就拼得离死我活的时候 按道理来说啊 此时正是董卓搞定这些人的最佳时期 但是呢 董卓反而啊 就选择松了一口气 他就看到这些人啊 不再给他惹麻烦呢 他很开心啊 于是呢 得到喘息的他呀 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穷奢吉遇 他就把自己的家里的人啊 就派往了各种的要害部门 甚至呢 连他的这个小妾啊 刚生的一个小儿子 也都疯了吼 但同时呢 他对待他手底下的人啊 他就如果觉得这些人啊 没有跟他保持一致 就是说 这些人说的话 有跟他不一致的地方 或者说 这些人脸上的这个微表情啊 没有跟他保持高度的一致 那么他呢 就立刻叫来这个刀斧手啊 就把这个人给当场看死 就是说你要听话 不准乱说话 表情呢 也要控制的非常好 你看看 就是这么变态的一个人 那么当他的 那么当他的这个穷奢吉遇啊 到了一个顶点之后 这个时候呢 就该轮到王允出场了 那等这个司徒王允啊 那这个王允啊 自从被董卓带到长安之后呢 虽然天天啊 就拍马屁 说这个董卓的好话 但是呢 他其实背地里啊 是一直默默的等待机会 那此时呢 他眼看机会就要来了 因为这个时候啊 因为董卓的这个穷奢吉遇 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了 吧 我刚才已经说了 那他手底下的这些人呢 就几乎啊 都非常的惧怕董卓 并且呢 就恨不得要把这个董卓啊 给千刀万剐 给杀掉 你像当时董卓啊 他身边有一个头号保镖 也就是他的中郎将吕布 你像董卓啊 他为了让吕布能够死心塌地 成为他的人 就经常啊 在大家面前表示 说他跟吕布啊 虽然一个姓董 一个姓吕 但是呢 他们是一种视为父子的关系 但是呢 老谋深算的这个司徒王允啊 就看出来 这个视为父子啊 只是一个表面上的话 其实呢 是一个 只是一个假冒伪劣产品 也就是逢场做戏罢了 你像这个董卓和吕布两个人啊 他们之间呢 也有矛盾 而且呢 这个矛盾还非常大 当然呢 董卓啊 天天在人前是拼命拉拢吕布 对吧 说什么视为父子 私底下呢 其实在他脾气发作的时候啊 根本就忘了这个吕布啊 就是他的意思 你像有一次呢 也不知道是为了一件什么小事 董卓呢 就非常愤怒 说他不打死这个吕布啊 他就不信董 就随手的抄起了一把兵器啊 是向吕布给猛的砸了过去 当然如果是换做别人 估计这一下子啊 可能就把对方给直接毙命了 但幸亏啊 吕布这身手可不是一般人 所以呢 他是躲过了这一劫 随后呢 吕布又不停的向董卓检讨自己 请这个董太师原谅他 那么这个时候呢 董卓的路火啊 才开始慢慢的降了下来 董卓的路火是降下来了 但此时吕布的心中啊 却这个路火啊 却在一点一点的燃烧 而与此同时呢 吕布又跟董卓的一个小妾啊 是有了一腿 他们呢 在董卓不知道的情况下啊 是偷偷的这么搞破鞋 那事后呢 吕布又很害怕 对吧 这要是让董卓给知道了 自己还有活路吗 于是呢 他就非常的担惊受怕 脸上呢 就挂满了郁闷 那这个王云啊 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他就看准了这一点 觉得吕布啊 是他除掉董卓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于是呢 他随后呢 就经常约吕布吃饭喝酒 那翻桌之上呢 他就给这个心思单纯的吕布啊 不断的洗脑 那最终呢 经过这一番的寻寻善用的骚操作之后 吕布开始觉得呀 他对董卓这个人啊 完全就是在认贼做父 于是呢 他就答应了王云 要加入到这个导董卓的阵营里面 那出平三年 也就是公元一百九十二年 当年四月份 这天呢 汉县帝留邪啊 是大病出狱 那皇帝病好了 是个喜庆的日子嘛 大家要就是共同庆祝一下 于是呢 就来到了这个长安的卫阳宫前 集合 祝这个天子啊 是龙体安康 那董卓呢 因为还没有废掉这个皇帝嘛 所以呢 他也必须要到场啊 此时呢 王云就事先让吕布啊 是带领着十多名刀斧手 埋伏在宫殿的两侧 就等候着董卓的到来 那良辰吉日一到啊 董卓呢 是按时前来 当他是大摇大摆的走上宫殿之时啊 几名刀斧手呢 就跳了上来 向董卓杀了过去 那董卓一看呢 就知道是遇上袭击了 那么他呢 那么这个家伙呢 还算镇定 此时呢 就高声喊道啊 吕凤仙何在 那吕布 吕凤仙呢 虽然是第一时间出场了呀 但是呢 他手底下拿的却不是兵器 而是手捧这个圣旨啊 大声对 大声对董卓叫道 奉旨杀贼 那董卓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上当了 嗯 那正当他还来不及反抗之时啊 一把把血量的大刀就砍了上来 那历史的车轮啊 就这样无情的 碾压了他那双肥硕的打脸 那 于是呢 这东汉墨连的一带军阀董卓啊 是死于乱刀之下 随后呢 他的三族啊 也被一一揪了出来 就统统的给诛杀掉了 那根据这个民间野史的记载啊 就是董卓被杀了之后呢 由于他身体非常肥胖嘛 被杀之后呢 是曝尸示众 那么这个守施的士兵呢 是把这个 当时啊 是把这个点燃的灯芯啊 就插入到了这个董卓的肚脐眼中 是点起了天灯 那由于这个董卓的这个油水啊 非常丰厚啊 这盏天灯呢 这盏天灯呢 是整整持续了数天 史书记载啊 是光明打数 如是今日啊 当然呢 具体有没有这么夸张 也没办法考证 但明确的一点啊 就是这一代流人董卓的时代呢 就因此是正式的结束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军阀董卓啊 盛极而衰 虎狼末日的全部经过 那董卓死了之后呢 这个东汉的天下大事啊 又该如何呢 下一回啊 我们接着聊 最后呢 感谢大家 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呢 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打开小铃铛 点击订阅 这样新的视频呢 就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到您了 那么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